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字幕说的切片 slice 单词叫做slice 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 很多人一听这个切片 觉得好神秘 对吧 尤其是学过 可能学过别的语言的 觉得Python 一些新名词觉得很新鲜 其实在单词里边都一样 在加油里边也slice 差不多 只是我们这个翻译的不一样 那说白了是干嘛的呢 切片是干嘛的 就是截子字符串 截取子字符串 通过 对吧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格式进行截取 我们在刚刚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一个字符串后面 附加一个方括号 是通过里面传所有的话 找到对应的字符 那现在我们通过加一个冒号 对吧 加这样两个冒号 我们有不同的含义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这儿 咱们先写一个简单的啊 通过这个例子 来我们来 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 好我们看一下 仍然是刚刚那个字符串啊 ABCDEFG HRJKLMN 就这么长了 后面就不要了 仍然是这个 那如果说我刚刚用了说A2 这什么意思啊 取这个012嘛 相当于第三个字符 现在呢我们是想这么干 里边呢加了两个冒号 比如说我要这么写 A 什么呢 1 冒号 5 冒号 1 这是什么意思 来后面那个先不加 我们先说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A1相当于是1到5 偏移量1到 起始偏移量是1 中止偏移量是什么 是5 那么大家看 这是0 B就是1嘛 1 2 3 4 看到没有 哎 有的人说老师 你不是到到5吗 这个F为什么没有呢 好 那么存在起始和中止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是所谓的叫包头不包尾 比如说我这写了个1到5 那意思是从1这个位置开始到5 对吧 但是呢 不包含这个5这个元素 包头不包尾啊 大家这个记录 通常都是这样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叫不常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加上去啊 默认这个不常是1 默认是1 那如果说我加个别的呢 比如我写个2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内容变了 我们要的是这四个字符 对不对 2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常为1 就是一个个取 不常为2呢 隔一个取一个 我这呢 你可以看到取到了B C取不取啊 不取了 通常是什么 然后呢 再取什么呢 再取D 就隔一个取一个 这是不常的含义 我们可以根据不常呢 对吧 进行跳着去取我们想要的字符 好吧 来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啊 当然呢平时呢 我们不见得说这三个都要写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写 好吧 那么这里边有一些特殊的写法 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第一是这个 只有冒号 没有起始便宜量 也没有中指便宜量 也没有不常 啥都没有 这时候是干嘛的呢 这时候表示的是取所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呢 都不写 起始便宜量也不写 中指便宜量也不写 不常也不写 它就默认什么呢 不常是1 起始便宜量从0开始一直到最后 中指便宜量是最后 所以它会把整个字符数取出来 多个意思吗 只有一个冒号 大家可以看到全取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只有一个起始便宜量呢 它表示就是说什么 从这个2开始 对吧 直到什么 直到最后 懂我的意思吗 还有呢 这个 没有起始便宜量 我有什么呢 有中指便宜量 那就是什么呢 就从0开始 懂我的意思吗 从0开始取 还有一个是这个 刚刚已经试过了 这个已经试过了 这个标准的写法 其实便宜量2 中指便宜量4 还有这个 125刚已经试过了 我就不再试了 就这么几个简单的写法 大家可以看到在 Python里面呢 我们做这个字符设的截取操作是非常方便 通过这个 我们这有这个 已有这个字符 已有这个符号 对吧 非常方便的去 截取我们的字符 这个性能呢 Python要比家伙好多了 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 操作数为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这个 偏移量的时候讲过 我们这个其实偏移量 可以从0往后 这叫正向搜索 也可以从-1往回走 还记不记得 那么在这呢 我们仍然可以也可以用负数 也是可以用负数 来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字符串对象 然后呢-3开始搜 什么意思呢 -3如果你加了负号 表示的是到处第三个 -1-2-3 看懂了没有 从-3开始搜 把这个取出来 -8到-3呢 对吧-1-2-3-4-5-6-7-8 这个位置就是-8 -8到什么 到-3 这个位置是-3 但是还是那句话 包图不包围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取到的是什么呢 从ST 对吧 STUVW 好吧 那么不长也可以为-1 不长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写法 没有其实便宜量 也没有中指便宜量 写了个-1 这是什么意思 它会自动的逆序排 懂我的意思吗 自动逆序排 反向提取 我们看一看 比如说 直接是个-1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把这个字符事 直接逆序排了 看到了没有 特简单 所以说我们这个Python 处理这个字符事 是相当的灵活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期日便宜量和中日便宜量 不在这个范围的时候怎么办 不在也不会报错 大家注意哦 不在也不会报错 比如说我们在这 写这个 我 取一下 从0开始 从2开始 一直到哪呢 到400 那么大家知道 我这个A这个字符事 肯定是没有400 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最多就到这嘛 对吧 大家看 它是不是也正常的取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中指偏移量 比它的长度简移还要大的时候呢 它就默认什么 默认是到末尾为止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大家 对吧 这个大家记住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超了一个范围呢 它也不会报错 它就知道吧 取到什么呢 取到最开始或者最结尾 好吧 然后这儿有两个小作业啊 两个小作业特简单 土壁要闹了土壁 字符是当局输出 这个简单吧 刚刚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讲了 对不对 土壁要闹了土壁 这是沙士比安重要的一句话 土壁翻译叫什么呢 要死还是要活 存在还是毁灭 对吧 大家看 自动的干嘛 逆取排列了 还有下面一个小作业 干嘛呢 输出所有的S 输出所有的S怎么说啊 那我们是不是从零开始取 对不对 从零开始取 然后这是每隔几个呀 补偿 补偿是2对不对 从零开始取嘛 这从零就不用写了 默了就是零 然后呢 步伤是2 嗯啊 步伤是3 写错了 大家看 看到没有 一二三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大家看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把按照我们的要求 隔几个字符呢 这样呢 一个个按 直接那步伤呢 把它取出来 对不对 好了那关于这个内容呢 咱们就切片操作 咱们就讲到这里